欢迎收看12月15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志源 马上来看到本集的新闻重点 银雪季在台东 想先感受欢乐气氛 泰玛里2017年银鼠光活动 邀请声乐家演唱 如客文演讲 东中与新生国中场次 遇见台湾文物史前与当代交会展记者会 105年台东县税末系列活动 银雪季就在台东 这次将从12月20号开始 一直到12月31号 都有温馨的活动 像是童话故事剧场 造型江炳屋 欢乐电影院 还有银雪音乐晚会 以及12月31号的税末音乐会活动 台东县政府希望打造一个 最温馨最愉快的银雪季 欢迎届时大家一起来参加 每年大部分在税末活动 都是跨年晚会登场 不过今年台东县政府 推出不一样的系列活动 就是银雪季 从12月20号开始将在台东市 新生公园进行点灯仪式之后 就会从12月20号 一直到12月31号 每天都有精彩的活动举行 又到了税末感恩的季节 台东县政府从12月20日起到31日 在新生公园 铁花聚落 办理一系列精彩的税末感恩活动 有DIY工作坊 音乐晚会 首座市集 音乐够够 欢乐电影院 打卡送好礼等 精彩的活动 欢迎大家 一起来参加 台东银雪季 12月31号当天 也会邀请到金曲歌王 乱谈阿翔 还有乐门乐团等 从20号到31号 在新生公园现场 会有童话故事剧场 欢乐电影院 造雪DIY等 相信今年的系列税末活动 一定会让你感受到 不一样的新年气氛 东台新闻 方耀玲 为了要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泰玛里乡公所 办理了影曙光活动 将在105年的1月1号 在曙光园区 邀请到声乐家胡代明 来演唱 以及在升旗典礼上 领唱鼓歌 泰玛里乡长陈正俊 特别邀请大家 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 共同来迎接美丽的曙光 也带来新的气象 每年都令大家期盼的 泰玛里乡光活动 在新的一年也不例外 泰玛里乡公所 办理了迎树光 即路跑活动 在1月1号当天的 清晨5点钟 将邀请到原住民 声乐家胡代明 进行演唱 并且在树光的 升旗典礼当中 领唱国歌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106年的颜夜1号 到泰玛里乡来 和我们一起迎树光 106年的颜夜1号 上午5点 在泰玛里的曙光园区 我们将安排原住民的舞蹈表演 同时很难得 今年邀到我们原住民的歌手 胡代明老师 要来献唱 尤其比较特殊的 原住民版的国歌 我们也希望大家来 跟我们一起献唱 那在这里再次的欢迎 全国各地的好朋友 到泰玛里乡迎树光 那也很感谢 我们国际师子会的 这个许总监 也要在这一天 到泰玛里这边 跟我们迎树光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参与 欢迎大家 谢谢 活动中也邀请 大王国中合唱团 以及热门乐团来进行活动 如果想要在新的一年迎接 美丽的树光 欢迎大家可以前往 泰玛里树光园区 相信是不错的选择 东台讯文部发 林郑会在泰玛里乡的 采访报道 许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 为了要让台东的新兴学子 都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迈进 由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 办理的预约未来的你 讲座场次 在台东进行多场 在12月14号也分别前往台东高中 还有新生国中来进行演讲 给同学们一个方向 如何预约未来的你 演讲过程相当精彩 希望让大家先刻画出自己的梦想蓝图 由健康家庭文教基金会 办理的预约未来的你 演讲系列场次 从日前前往北南国中 一直到12月14号 也前往台东高中 以及新生国中 由前宏达电基金会 董事卢克文 带来精彩的演说 麻烦了 怎么办呢 自学 我跟你讲 自力救济 你要听着别人来教你 那是你硬气好 人家愿意教你 没有来教你是很正常 所以我做了一件 图书馆拿书 技术手册拿书 然后看里面 什么原理 它里面有个重要零件 叫做变压器 Transformer 变压器怎么做 那没人教啊 我就自己绕 请教别人 各位同学 我三个月绕了1000个变压器 不断地绕 然后写笔记本 我一年用5本笔记本 各位同学 我手上有4支手机 一台电脑 还有平板两个 但是我用了5本笔记本 你就知道非常花时间写笔记 把我的想法写在记录在上面 我每一年都这样子认真对待我的人生 这件事情怎么改变呢 三个月之后我就跳槽了 被挖角到另外一家公司去 好故事讲到这里 我很感谢我妈妈的坚持 妈妈的坚持也给了我这一生的祝福 我终生记得妈妈做了这件事 妈妈只有小学毕业 国中没有毕业 所以同学我跟你讲 你们有一个好的师资在这里 其实这些来电高你们的 求学的知识 但是你没有这种特质 想要突破自己 想要给自己更好 你很难在事件里面突破你 所以我要鼓励你们 当我到做世界级的参病的时候 我要面对的 这就是我妈妈 面对的就更大的挑战 我带她去 70岁 那个是饭店 我带妈妈去度假 因为我带她出去玩吃啊 我都跟她讲 妈妈你是情人级 比太太还重要 同学们我要鼓励你们 发展你们的 当然你的时间用在哪里 关键在这个国中 你要分配的好 我想老师们就是你的一个 可以安排 当作你们咨询的好地方 然后 她最后讲了一句话 不断的颠覆自己 不断的挑战自己 所以她今天能够成为 868支全力打的世界纪录保守者 就是因为这样 她不断的颠覆 然后她已经第一了 各位同学 她第一了 她在那边停下来没有 她不断的 每一棒会出去就是全力 所以她今天可以持续打出全力打 好 韋傑请告诉我们 你的未来是 我想要做一个 那个 建筑师 哦 韋傑希望成为建筑师 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建筑师 结构济师 结构济师 好 然后呢 我想要开一间公司 然后做出我自己的风格 嗯 非常好 哇 就像 卢克文老师今天跟你讲的 他当兵回来找工作找半年没有工作 是不是很惨 为什么 他没有工作的话谁要养他 爸爸妈妈要养他 卢妈妈卢爸爸要养他 然后有没有女生要嫁给他 所以第一个关键你要学会什么 自立 哦 找 校长我们需要另外再开一堂课 教他们怎么找老婆找老公 好 好 第一阶段你要学会 帮助自己 是不是 建立自己 是不是 所以第一阶段你要怎么样 make a living make a living by what you get 就是你会get什么 你会有一份薪水 那一份薪水会帮助你make a living 你可以开始自立更生 养家活口 存钱娶老婆 对不对 好 主题就叫做 预约未来的你 与大家聊聊人的一生中 十年的过程 以及对你人生的改变会是什么 期望透过自己本身故事的分享 告诉每位同学 都要有规划梦想的能力 并且又有勇敢做梦的勇气 只要努力去做 成功一定离你不远 东台宣布发林 温格在台东市的测评报道 县长黄建廷为了要照顾农友的生计 有鉴于在今年历经了尼泊特风灾之后 导致台东县主要农作物损失超过万公顷 在农友积极复根重建之后 也协助在地的农产业转型 经过台东县社会救助专户委员会 审议通过之后 包含老花老业的转座 等等约有1500位农渔民来受贿 今年原业开始的航海 7业的尼泊特 9业的墨南地 然后接着梅基 还有10业的豪雨 对整个台东的农业影响非常大 那受损面积也超过1万公顷 那除了在尼泊特台风之后 我们为了能够让民众在老花老业的转座 我们县长特别提出10万块的转座补助 还有2万块的亲眼的这种协助 所以总共申请了将近420公顷 所以那另外有一些 在现目前的救助没有办法协助的部分 我们县府有透过善款方式来协助 在尼泊特台风 大概善款用了将近7千万 最近然后县长又特别考虑到 对台东的整个农业的这种复原 也希望能够透过在善款能够调整 能够支印之下 特别提出来 对今年所有的 包括从航海开始到豪宇 所有的农业救助有岸的农户 总面积超过10650公顷 这次善款的补助 我们从老花老业的转座 到这一次有机匪的补助 我们透过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措施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改变耕作的方式 还有我们种植的品类 我希望能够对我们这个土地更友善 所以这有机匪的补助 我想是今年算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农民将来在 种植的话也能够朝这方面努力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我们目前在整个台东的整个环境来讲 我们也希望说有些地区能够开始推展有机的 这个种植啊 所以相关的经费我们也会尽量从花东基金争取 也希望到时候农民能够能够尝试 尤其很多的南回很多的相关的土地 我们元宝地 还有包括东海岸的很多的修根的土地 我们都可以朝这方向来努力 从友善然后达到有机 然后让我们台东是一个大家拿出来农产品 是大家共同公认的最好的食材 此项计划也将委托各地方农会协助执行 农友可以从105年12月20号开始 到106年2月24号为止 都可以向台东县各地方的农会提出申请 请农友要特别的注意 东台宣布发零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 在机场拉起布条大声抗议 由于18位蓝宇中学的学生才从抖六表演要回台东 准备搭机回蓝宇时 却因为上午的航班因为风速过大 及无方向性阵风而取消 时常会遇到因为天气因素的关系 加上今年德安航空换了新飞机之后 冬天航班取消班次增加 让蓝宇绿岛两厢民众相当的困扰 德安就是开始有去年的飞机飞蓝宇以后 他那个平均一个礼拜有没有飞两班 但因为我们乡民是一定要坐飞机 来恰工来购物 但是我们期待的都落空了 所以我们交通部一定要关心 我们来与乡民跟离岛的一些性的权益 我们乡民待一个礼拜 他们所带的一些金钱也用尽了 要怎么办 所以政府一定要关心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能够我们的乡民有一个平安 能够顺利的一个飞机 能够很顺利的到蓝宇 民航局跟德安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是不是要换一个新的机型的飞机 我们民航局要做到一个能够监督的一个责任 多年以后 这个跟去年同时间比较起来 这个停飞的次数太多了 那现在这个完全是交通部的问题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一个已开花国家很久了 应该我们的国家越进步 我们用的飞机应该是现在选择的飞机 要比多尼尔的还要好 那现在多年有停产了 竟然我们用的这种飞机 然后来不适合离岛的这种天后 然后那个船啊 船工船入花莲港务级 这也是交通部的 他又定了一个579级就可以不开 然后完全不尊重这个船的船长 因为船长对这个海巷是最知道的 如果是风数那么高 让不一定那么大 然后即使是船没有开的话 我们也是仰赖航空啊 那我的认为民航局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应该要有别的形态的飞机 比如说直升机或是什么 有包机的随时可以待命的 比照国外的这种 那个国外有一些海岛啊 都是这样子吗 我们在这里有三点呼吁 第一个水上飞机空中飞已经是一个世界奇观了 那再来第二个 我们交通部民航局花了这么多的钱 台东来办理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所以在过年最交通繁忙的时候 台东县议会所有的议员 恳请交通部能够协助蓝羽乡亲 能够动用我们国军的直升机 或者其他的机型 能够在交通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过年前后来协助蓝羽乡亲 在紧急救难的时候 或者是很重要的旅客运输 在这里再次的恳求 希望交通部能够听到我们蓝羽乡亲 微弱的呼吁 谢谢 议长姚庆林以及多位议员 与蓝羽乡长 与绿岛新议员都到场来进行抗议 希望来为民众发声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就是原本今天交回去 然后翻机就一直去向 另外立委刘兆豪也在现场关心 表示他近来积极协调 长线确实是受天楼影响非常的大 那在德安 特别是在德安 虽然换了新型的飞机 不过因为飞行 撤风所受的程度会比之前还要低 所以反而是更影响了韩班 然后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就在上个礼拜我们陪同蓝羽乡的乡长 还有绿岛乡的政乡长 还有代表会主席 我们特别邀请了民航局的局长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民航局局长也答应在 尽快的速度里面会跟德安航空公司来研究 无论是要来如何的改善 特别是也包括租用新型的飞机 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的方法 各种的可能一定要限期的来解决 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绝对不能任由蓝羽跟绿岛的 这样乡亲好朋友 他们在返乡的这样的旅途上 因着天后然后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影响 交通部也承诺会以最快速度来与德安航空研究如何改善 东南宣文部的综合报道 就在14号上午 位在台东的史前博物馆 这次特别展出相当珍贵的台湾特有文物 台湾玉 要来与民众相见欢 展出内容除了介绍有关于玉的前身 以及丰富的产业历史 为其展出的玉器 也共计有七百零一件之多 想要来一探就近的民众 千万要把握这难得的好机会 许多爱好玉器以及有研究的观众们有福了 就在14号的当天上午 位在北南乡的史前博物馆 这是将为其展出一连串的史前玉器年度大展 内容除了介绍相当丰富的文物历史以及种类介绍 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与民众 一同来分享这相当难得的玉器见证奇迹 当代之交会特展 开幕式将在一分钟之后正式开始 不一样的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台上来跟大家收集出我们热烈掌声给我们的观众 欢迎 非常感谢黄县长 永远兄 我们副执行长 还有黄大师 以及所有喜欢台湾玉 支持台湾玉 还有支持史前馆的所有的好朋友 来参加今天这样一个特展 今天的特展的主角就是台湾玉 台湾玉就像刚刚我们主书人讲的 它既是矿物 也是文物 那当然更是文化 也是历史 我们请同等在做台湾玉 制作的实验研究 世界各大博物馆都针对他们 典藏品做研究跟世界发表 我们也要 史前人是怎么做的 这当中林英伙先生就协助 他做了一些复制 等一下 来欢迎我们台湾大家长 台湾玉的县长 黄建平县长 欢迎县县长 今天与会的各位嘉宾 台湾的相亲还有媒体的朋友 大家要重新 让八仙洞这个三万年的 全世界都少有的这样的人类椅子 可以重新 以新的面貌再出发 最近我跟长管长我们才一起合作 准备跟华东基金来提出来一个计划 要来用数位的方式 用智慧科技的方式 把台东的这些考古 或者人类遗址的这些基地 包括现在讲的 还有我们还有长光遗址 我们还有太玛里的 这些遗址 香兰的这些遗址 都能够用 科技的方法 让观赏的人 能够很快的去 回到那个时光隧道 看到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前的人类 怎么样在那边进行 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个事实上 让人家非常兴奋 非常期待的 那我要特别感谢 实际管能够今天办理这样的一个遇见台湾的这个展 这个特展 那么也期待这个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好朋友游客到这个馆来 我想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馆更活化 更多人来观赏 更多人来利用 跟台东整体的发展观光都能够做更好的结合 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在现场的记者会 我们也了解到许多关于这次由悲难遗址所挖掘出 共计701件域名器品 过程时间以及规模性 在台东第一次从典长库移出并且公开展示 这次的遇见台湾史前与当代的时空交汇特展 将再次诚恳地邀请大家 一同来利临以及欣赏 东台新闻 温格 悲难乡 采访报导 新年在台东的森林公园内 架设过一台悬浦为例侦测设备 目的就是为了要侦测大气中的悬浦粒子浓度数据 在经过风灾清洗之后呢 导致了仪器严重损坏 无法运作 碍于经费拮据 台东县环保局只能再次向中央请求协助 所以获得了同意 紧急支援一台侦测仪器供台东来使用 台东县环保局原本有一台悬浦为例 侦测仪器 因台风风灾导致了机器严重损毁 无法来使用 在各项兼费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透过地方政府官员寻求中央协助 在审查过后 也顺利获得环保署的同意 立即调派支援仪器送到了台东的森林公园 并且继续为空气品持把关 在架设机器当天也顺利完成安装运作 那我们现在是位于森林公园这边 就是它的旁边就紧淋了北南溪 我们主要在这边就是迎封面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架设一台悬浮为例监测仪 它主要就是当风速风向 这台监测仪它主要可以测得到 当下空气品质的现况 以及它的风速风向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一台仪器 把现在的相关的资讯 上传到行政院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监测站 一起我们在森林公园这边也有加设一台 那个LED电视荧幕 上面都可以得到我们现在的空气品质的现况 以及相关的阳城的资讯 可以请民众多加利用 目前我们这个数据上面 我们现在有分四个等级 那普通等级我们会呈现是绿色的 那当稍微它的浓度值超过50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黄色的就是警戒等级 那超过110以上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就是红色的就是危险等级 之外空气品质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台中县环保局就是透过这一项仪器 可以把这样子一个资讯 就是发布给大家知道 供大家做未来就是防治 功能除了监测第一道的阳城防线外 另外还能立即发布讯息 让民众了解到目前的空气品质以及状况 负责单位也可以立即来做出正确的处置方法 对于未来的台东而言 还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大利器 东台新闻高志远台东市采访报导 日前台东弱势支援平台 在根深路上的请去店家 举办了台湾雕义卖活动 平台的团长唐小平 提到会成立这平台 是从尼泊特风灾后 因为看见台东的重创 述使了一群人 投入了弱势以及灾户救援 并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平台的帮助 以及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当日台湾雕的义卖收入 也将全额的捐入弱势 在12月10号的上午 台东弱势支援平台 与远向国际请聚 共同来做台湾雕义卖活动 在当天并且还有贴心帮忙着客人 刮厨铃片 台东弱势支援平台团长唐小平表示说 当天的台湾雕义卖收入 会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你今天怎么会想去办台湾雕义卖活动 其实在尼泊特宅后 我们在做弱势的无损修缮到现在 其实慢慢的义工也退出了 没有义工 那可能在晶圆上面 需求还是那么大 像我昨天才接到一个蓝蚁 蓝蚁的一个单位 它需要很多的医疗补助用品 那在上个月我成立平台 然后结合了请聚店老板 远向请聚老板 那我们从在贩卖商品 从民间捐赠的商品贩卖过程当中 那可能有10% 可能一条棉被好了400块 它就会捐40块给平台 包括像我们义卖无锅鱼 我们给老板成本 那成本之后可能这一斤鱼 我可以赚个5块 那我们就做这个义卖动作 那把这些钱呢留在平台 那进出多少 我们会直接支出 全部平台的收入都捐给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会固定在平台 PO出我们的支出表 让捐赠者也能知道 它的钱是用在哪里 让义买的人也能知道 我们钱是送给谁的 这些鱼喔 其实在大概半个多月前 我们去询问观山的鱼养殖业者 那这一批鱼都是观山的无锅鱼 俗称台湾鸟 那目前市场上都还要80块 我们希望说就算想吃的弱势 他们也可以买得起鱼 所以我们第一次义卖 其实是在两周前 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雨 我们还是去载运 我们亲自去载运 亲自去捞这些鱼 那这些鱼呢 我们那一周呢 其中有180斤 是用义卖的方式 提供给屏东跟台东的客户班 那他们不客钱来的 我们就用宅配的方式 那今天呢 就是当天 当天有一批鱼货 那被 本来要采买的人 可能有什么原因 那没有钱来 那这100多斤的鱼 就在隔两周后再次移卖 有一个为台东乡亲 在领处上 所成立善循环的社团平台 也是需要乡亲们共同维护 及不分你我的 一起帮助弱势的人 东台新闻 甄云宁台东市采访报导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在家 开始布置圣诞饰品 或者是在街上感受到 圣诞节的气氛呢 现在的台东木星 也推出精致又可爱的 圣诞蛋蛋糕 饼干 而这些都是由 庇护员工 共通分工参与 现在一起来看看吧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在这十二分月里 大家有没有开始感受到 耶诞节的气氛呢 最近 台东木星庇护工厂烘焙班 今年首次自作有关圣诞节的蛋糕 跟饼干 由烘焙师傅 以及老师带领庇护员工 共同完成 一年一度的夜诞节呢 即将到来 那在我们木星的庇护工厂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设计的规划 有关系列呢 有关于是耶诞的一些商品 那在十月份开始 其实我们这一些烘焙的师傅啊 还有我们这一些庇护员工 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 在针对这一次的一个节庆呢 展开了 开始起跑了 那我想 在 以往其实我们都是在做面包 在做蛋糕 那有关于一些节庆的商品 比较少在推动 那当然 也在 其实在我们的 所有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 庇护员工 的一些发想之下 其实在今年度的夜诞节呢 我们也推出了 我们不一样 以往不一样 没有推出过的 没有做过的 像我们的 夜诞的一些的蛋糕啊 还有我们的 手工的加饼干 那 在今年呢 其实我们把 夜诞蛋蛋糕的部分 分成了 分成了三款 那 在我们的 这一群 可爱的庇护员工 还有我们的烘焙师傅呢 我们自己制作了 有关于就是 唐花的一个 雪枝玫瑰的蛋糕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 唐花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其实也在 呃 老师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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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想要尝试的朋友们 不妨看我们 可以來場場也一起感受耶誕節吧 東台新聞 鄭玉寧 台東市採訪報導 操場上出現了可愛的熊 這下熊真的出沒了 不過只是一看非常的可愛 而且又有聖誕節的氣氛 沒有錯這次北南鄉公所 為了宣傳12月16日晚間 在鄉公所前所辦理的耶誕城點燈儀式 特別到各校來報佳音 打扮成聖誕老公公的鄉長 許雲縣也親自向小朋友邀約 聖誕節將到 本來因為我們依據今年的聖誕節 想簡單的過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一年來 我們遭受了很多颱風的群群 所以我們想借用這樣的一個聖誕節 報佳音的活動 然後也來祈求明年 可以一個風調雨順 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一年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擴大 來舉辦這樣的一個聖誕節 到各學校去報佳音 那在16號我們會在晚上6點 正式在 北南鄉公所 接幕 那前500名我們還有贈送小禮物 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可以一起來共襄盛起 在12月16號晚間6點在鄉公所 有好玩的熊幸福遊樂園將登場 現場還有9米高的超大隻椰誕熊 還有飛天小飛機 勇氣小火車等遊樂設施 活動當天前500名民眾 可以領取小熊蛋糕毛巾 還有加上闖關卡美食券等等 現場還有爆米花雞蛋糕 活動相當特別有趣 請民眾千萬不要錯過了 東南新聞溫革北南鄉採訪報導 在爾看老師天氣方面的資訊 根據氣象局表示 未來一周的天氣概況 因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各地氣溫將持續維持在14-20度之間 而此波冷空氣較前幾波的東北氣風來得強 最低溫的時間以及溫度有待觀察 請民眾外出時記得多加件外套 以避免感冒 再來提供的是農民力的資訊 國立12月16號是農民力的11月18號 當天日沖屬虎 31歲以及91歲的朋友 要特別當心以及留意 當天適合納序、修焚以及類杯 並不適合伐木、坐糧以及動土 即使是落在職、醜、成、勢這四個時程 星座應是 本業主打星、射手座朋友 星星座、處女座 星數字為9 星指數為4顆星屬於不錯的狀態 整理運勢解期 感情有失而復得的好運 但仍需多做些改變才能真正留住對方 以他人的經驗作為自己投資的方式 並非明智之舉 且今天的財運頻頻 難有突破 工作上亦得他人相助 進步頗為明顯 提供一則立志效益給大家 敵敵壯壯的人生 有時會讓人筋疲力盡 但偶爾還是會期待能找到 讓自己不顧一切的事物 並且繼續好好的走下去 以上的生活情報 提供給您作為參考 感謝您收看本節的台東地方新聞 關心台東地方大小事情 鎖定20頻道 我是志源 祝福你每天都能保有好的心情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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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